AO 了世紀 天天的烏克星 大家好 我是Leon 今天來看印度斯坦人對上瑪莎爾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3的比賽 OK 先來介紹一下 看下來是7點鐘方向 這位是Hera 選擇了印度斯坦 那來看一下1點鐘方向 黃色選手 Viper 選擇的是瑪莎爾人 兩邊都是一個馬國文明 那兩邊的馬國都有自己的特色在 我們先來講一下 Viper 這邊的地形 那 Viper 這邊的地形看起來算是普普通通 沒有到太差也沒有到太好 主要是果子在前面 前起防守很困難 而且這邊實質路不能蓋任何建築物的關係 沒有辦法輕鬆為死 後方的黃金是還好的 因為這個黃金也不是太重要的重點 因為這張地圖的重點就是要到處挖黃金 黃金都是非常稀疏的 所以這個黃金就算守住了 也很快就要到下個地方去挖黃金了 那瑪扎爾人前起可以多出點肉麻 除了這個義工的加成之外 還有這個肉麻的費用減免 所以這個便宜肉麻加上義工的傷害加成 前起打個快攻是相當適合的 那印度斯坦呢 他開局不像什麼曲折路人 開局會送這個駱駝刺盒 是一般的肉麻 所以前起來說會稍有弱勢 但是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這個駱駝攻擊速度加成非常快 所以讓印度斯坦人可能在中後期 對瑪扎爾人可能會有點優勢 但是瑪扎爾人呢中後期又可以轉反驅弓 這個馬攻路線 而且瑪扎爾人在上次的小改版中 讓自己的射箭城的馬攻制造速度加快了 讓瑪扎爾人真正成為了一個馬攻文明 再也不需要再等到帝王時代才會比較穩定 因為這個生產速度增加 對於實戰上來說加成是非常大的 因為瑪扎爾人最困難的問題就是 沒有辦法即時成型 讓瑪扎爾人成型之後 也可以接續帝王時代的反驅弓 進行一波操作 好 瑪扎爾這邊利用這以上時代的時間 用這個多兩攻的傷害爆打了瑪扎爾的肉馬 最後瑪扎爾的肉馬雖然是有褲打 剛剛還打不太贏了 最後是打輸了 瑪扎爾 尷尬了 好 這邊開局送肉馬有點尷尬 但還好馬上補了一個馬就補了肉馬 那如果這邊補肉馬的話 瑪扎爾人這邊就有異攻的加成 不管是槍兵還是肉馬都有這一攻的傷害加成 非常可怕 這也是因為瑪扎爾人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印度斯坦這邊則是有大幹道 銀貫科技還有村民的天生費用減免 所以總體看下來 VIPER的經濟是會比對手還要慘的 那HERA這邊是可以省下很多肉 多出槍兵跟肉馬 那VIPER這邊只有科技上跟肉馬的減免 在封建時代要多加利用 才能打出一些優勢來 但是這邊要抓到世界冠軍的村民 真的是很困難 那這邊就要來看一下VIPER要怎麼秀操作 才能秀到對手HERA這裡 左邊 蓋木牆被蓋了起來 槍兵繼續戳 後面槍兵過來防守 沒有打到任何東西 後面兵開始出了 好 看一下VIPER家裡 VIPER家裡的狀況 一濃一木都點下了 從前撒到了十一片田 好 家裡沒有稍微微 就是出了槍兵 稍微防守 但是家裡現在一隻槍兵都沒有 只用洛馬去進攻就夠了嗎 好像家裡要補一些槍兵或洛馬會比較好 但HERA這邊的洛馬 數量不夠都有關係 即使到了VIPER家裡 也沒有辦法即使做到大量的村民打擊 那VIPER在後方牌偷偷去開模仿吃野味 這讓VIPER的經濟稍微補正了一些劣勢 好 那這邊可以明顯看到HERA這邊的經濟資源 已經領先了一百多資源 那VIPER這邊呢 反而是落後的狀況 這在印度斯坦這邊是很容易看到的一個情況 雖然印度斯坦沒有採資源的加速 但省出來的資源就還是有差 很容易還是可以讓3TC快速運轉 好 這波工兵一上去 往前射掉了一些落馬 但是VIPER這邊有一攻落馬的傷害加成 工兵跟落馬直接全部倒在了 VIPER馬炸的落馬身上 這裡直接擊殺了9個單位 VIPER這波回頭夾殺 夾得非常漂亮 好 那HERA這邊的經濟資源來說 還是沒有到非常好 雖然有優勢 但是這個礦偏前面 防守還是要補一根劍塔比較好 那VIPER反觀就會比較輕鬆 在後方還是比較好 而且果汁已經吃完了 這果汁一吃完 直接拉了武村往前 VIPER這裡很有想法 要打落馬塔弓 好 落馬塔弓 有料嗎 這個時間出來好像有點危險 你要把VIPER這麼做的話 是為了要盡可能的去進攻 不要讓HERA這邊有升到 城堡時代的可能 但是HERA這邊的劍塔下得很早 即使下這個劍塔 好 但是這邊不一定劍塔的話 這裡挖晃的村民就還是得撤 因為HERA這邊可以挖到200金州 開始收村 去別地方挖黃金 挖棒的錢 這邊直接頂著劍塔的傷害 對著槍兵跟弓兵以正輸出 好 最後是把所有的槍兵給收乾淨 後面還有4隻落馬 目前打不到 好 這裡劍塔建起來 開始射這兩隻村民 這兩隻村民逃不了 直接滴採礦地 有機會嗎 哇 極限收村 收掉了這隻殘血村民 OK 打得很極限 還有這邊賺到200金之後 點下城堡3 那這個金被扣呢 只能往左邊這裡踩了 那右邊這裡也可以 但HERA是選擇的左邊 好 VIPER這邊繼續插劍塔 想要利用這些劍塔 爭取到更多的生存時間 還有自己的異攻優勢 這邊肉馬直接走到弓兵面前 停了下來 開始刺出 雖然扛了城鎮中心的傷害 但是一瞬之間 把攻擊手全部解決掉了 這裡肉馬找到了一個漏洞 抓掉了一隻村民 HERA這邊有點失誤了 VIPER開始抓到了這邊村民的落單 好 村民優勢開始領先 39對41 VIPER這邊的城鎮中心的閒置 反而是比HERA更少一點點 還少了10秒 少這10秒就少很多了 好 結果HERA就是昨天不完全 往右開黃金 但是這裡的肉馬看到了 VIPER是故意講說 沒看到嗎 還是有什麼想法呢 待會再拉肉馬過來嗎 但槍兵已經來了 看到槍兵來 右邊肉馬是否要回頭呢 還是這邊找個機會 轉一下 再打一下殘血的肉馬 還是殺到了一隻村民 HERA這邊已經擊殺了4隻村民了 擊殺的數量非常多 左邊村民想要回頭 但是在回頭的路上 直接被收掉了一村 VIPER開局死了5村 村民差距36村對43村 VIPER這邊也順利了 存了一些資源 準備要來升城堡子彈 但是HERA這個時間點 有這個駱駝的優勢站 而且這邊駱駝是怎麼樣 雙馬就按了4個駱駝 好 這裡想要再補一根箭塔 但是現在槍兵算有點多 而且駱駝出來 這裡肉馬可能要撤了 而且殘血肉馬很多 這裡箭塔應該是蓋不起來了 左邊這個箭塔也是有為好 這幾隻村民要不要回頭呢 回頭是岸 那VIPER這邊要趕快轉槍兵囉 轉槍兵 點下一擊步兵鎧甲 槍兵只要升級一擊步兵鎧甲 就可以升級完畢 那會升到城堡時代 剩下重裝長槍兵 或是直接鬼轉馬功 都是對駱駝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策略 有槍兵在 現在Hera也不敢群舉妄動 駱駝 反擊 剝掉了這些槍兵 這些槍兵直接死去 VIPER這邊肉馬有點險的無力 這裡只有雙聚雲帶出槍兵 可能還要再補一個嗎 如果再補一個槍兵的話 肉可能不夠上城堡時代喔 這個時代被差距被打出來 經濟有點傷 這裡兩隻肉馬 還想要騷擾 但是被駱駝給追回去了 Hera點下了跟蹤技術 上方補了一根瞭望塔 這邊槍兵直接被戳爛 這個駱駝直接扛回去 現在VIPER生不到城堡時代 顯得有點慌張了 補了一些箭塔在家裡防守 畢竟現在肉馬只能繼續在Hera家裡繞 給他更多的壓力 好這裡又抓到了一些村民 不錯Hera 這裡尷尬了又收了兩村 哇三村沒問題 四村拿下 Hera這邊村民術越降越多 只剩下40村打50村 Hera這邊勢必想要趕快 直接應騎 這隻女村民寶弟 好 VIPER也點下了 城堡時代升級 肉馬繼續進攻 Hera這邊家裡要繼續補更多的 弱駝才行 好 但這邊已經找不到可以打的資源點 槍兵稍微累積一下 好 這裡的肉馬還在打 家裡的駱駝數量不夠多 不敢上前 三隻駱駝應該夠了 好 趕快往前 駱駝反制 攻擊速度加成 直接收掉了一隻肉馬 第二隻 第三隻有機會嗎 第三隻來不及倒下 好 趕快拉走 還有七隻的駱駝 好 這裡有點被打破了 自己再度圍起來 槍兵上前 搓一搓 但是駱駝數量太多 這些駱駝全部都殘血了 有沒有一種可能 弱馬 挖回家 防守 收掉殘血的駱駝呢 這裡滿血的駱駝 是肯定不用想的 肯定打不贏 殘血的話可能還有點機會 好 但是現在這邊槍兵也多 所以應該是打不太贏 好 槍兵這邊要趕快繼續出 還是要再補一個軍營了 三軍營出槍兵 好 VIPER這邊升級當中 還有三四秒 HERA這邊是點下了一擊馬卡 減加一下防護力 這一波包獎應該沒問題 現在HERA有跟蹤技術的關係 是可以追得到 VIPER這邊的肉馬 VIPER肉馬可能被絞殺 這一波回頭 直接死了三隻肉馬 第四隻倒下 第五隻倒下 倒下肉馬只剩下一隻了 哇 VIPER這一波尷尬 被夾殺 沒有辦法 好 升到城堡時代 趕快點下 重裝長槍兵 二級伐木 這邊VIPER 也要趕快開TC喔 HERA這邊 要找個機會 挖挖石頭 開一下城堂中心 那HERA因為補了這根劍塔的關係 城堂中心 沒有辦法快速補下 現在只能單TC 慢慢運行 站出了修道院 要來減下生物 順便補下血 那這邊應該是要以補血為主 畢竟這些殘血 落土 如果再送掉的話 就真的有點太浪費了 好 那VIPER這邊 落後大概 快要五分鐘的城堡時代時間 居然還比HERA還要找下3TC喔 剛剛那些肉馬 擊殺過多的村民 讓HERA經濟有點 是很好 好 這時候HERA才點下了二級伐木 經濟資源 VIPER已經領先了一千兩百的資源了 也比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VIPER成功用軍事打出了經濟優勢出來 還有這邊沒有開下3TC 自己的村民便宜的優勢喔 也沒有明顯增加 好 這裡轉出了一些騎士 用三輪去招槍騎士 問題不大 好 你要怎麼招呢 嗯 按了一隻 好開招 招槍兵 沒問題 招槍兵也是招 招到槍兵的話 VIPER應該也不敢往上 這邊騎士要被招走 尷尬了 VIPER 騎士有點太招往前了 這邊就去給這邊的村民壓力 只要這邊能打破洞來的話 VIPER就可以賺到這麼多村民 而且還可以控制黃金 這次VIPER最想看到的畫面 但是家裡有一頭駱駝虎視眈眈 等著這些槍兵出來 就要來圍殺掉 好 VIPER這一波往前 出了一些駱駝的血量 但是後方承認中心的傷害實在太高 扛不住 往後拉走 勝率的招降優勢 開始展現出來 VIPER這邊不能再繼續按 騎士了 只能按肉碼 按個輕騎兵或槍兵 可能就差不多了 VIPER這邊的打法是不太好打 駱駝跟生女的 不能再按太多的騎士了 而且騎士呢 打這個駱駝也不是很好用 那為什麼VIPER這邊好要去按騎士 是因為他想要用騎士去壓制對方的村民 這件事有二攻的傷害優勢 對打來說 只要數量夠多的騎士 打駱駝還是可以打到55開 但是印度斯坦有攻速加成 所以可能變成只有4-6開 優勢可能並不是那麼大 VIPER不知道有沒有意識到 他的對手HERA是印度斯坦呢 駱駝過來 這裡看到開TC HERA這邊是用買石頭的方式 買出了一個承認中心 開始挖石頭 生女暗的數量有點多 7隻生女 開始把殘險的駱駝 血量開始慢慢拉了回來 有防這裡兩隻村民 把自己順利給圍起來了 差點被抓到落單 槍兵過來守一下 這張地圖真是很難打 沒有辦法圍死 只能用兵力跟反應去防守 但是VIPER 車民宿的數量優勢已經領先了 快要2000支援了 大概現在領先1700左右 後方槍兵往後戳 反戳一下 戳掉這些駱駝的血量 瑪莎爾人 這邊就去出槍兵 要開始轉馬功了嗎 這隻生女想要撿生物 但是被攔截了 好 場面往前偵查一下 順便戳一下駱駝的血量 好 成功戳掉幾隻駱駝 VIPER點下第四個城鎮中心 好 VIPER這邊轉出了馬功 兩隻生女招搶到之後 也要倒地了 好 馬達這邊馬功之力 升坦速度很快 等一下跟蹤技術 二級射 這樣射生女或射駱駝 就會比較好去做操作了 好 現在馬功出量 來到了大約八隻左右 好 馬功真的變得很快 多這十合身的加速差很多 好 下方的馬功 來個多線 他可會抓到一些村民 但是現在沒有彈到血 這波VIPER不應該要回頭 馬功已經到了前線 先不要回頭了 但不回頭的話 這裡蓋寶可能會成功 HERA這邊蓋寶 但是VIPER第一時間 蓋下這些防止地基 讓HERA的城堡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 貼到自己城鎮中心 後面補下了一根城堡 後方的槍兵直接往前輸出 馬功往前打這些生女 也射一下村民 趕快繼續先射生女才對 好 殘血的 一隻生女點掉 哇 後面的生女全倒 但是VIPER輸入的槍兵 都已經全速倒地 城堡蓋好 HERA這邊蓋寶也是蓋起來 但是要承受一些城堡的傷害 應該是要死了幾村 是跑不掉了 好 最後是死了三村左右而已 還能接受 好 但是聰明書還是領先 VIPER剛剛這邊細節 蓋了兩個防止地基下不了 讓自己的城鎮中心 成功在HERA的城堡 的射存範圍外面了 所以暫時HERA的城堡 是沒有辦法直接攻擊到 VIPER的城鎮中心 這邊雕生到帝王時代 產出巨頭 才有可能騷擾到了 VIPER這邊成功手下 自己的城鎮中心 這樣就可以繼續量產自己的村民了 而VIPER現在轉出了馬功的話 只要數量一起來 打駱駝 拉打 繼續白嫖這些駱駝的血量 也是相當有優勢的 馬扎這邊打駱駝的方法 就是很單純 重裝長槍兵 馬功 兩個血傷 奴兵路線不太優 所以還是建議走馬功路線 這邊有踩一台沖車過來輸出 第二台也在量產當中 HERA這邊是想用古拉姆去解 按了一些古拉姆 古拉姆打工兵單位是相當痛的 但是如果你是能摸得到的話才行 畢竟古拉姆這個單位 打工兵單位很痛 但是要打得到也是很困難 這裡沖車血量掉的有點快 直接被戳掉 這邊看起來是沒有辦法很順利的去解掉這個城堡 抽名被打就收 駱駝直接上前 衝車又要再被硬解一次 這裡直接扛著城堡的傷害 槍兵一下來 對著駱駝一陣輸出 駱駝直接收到城堡裡面 好 現在VIPER4TC繼續農 左邊補下了一個新的城堡 但這邊刷蓋城堡的村民要被抓掉了嗎 六隻駱駝看到趕快輸出 瞬間抓掉這些村民 後面的馬工也來到後方 烙背成功 VIPER這一波又要再塗個幾隻村民了 但沒有彈道學 這裡要趕快拉走 但有拉到村民就是賺 好 HERA這邊拉村 經濟有點慘 但VIPER這邊也損失了六隻村民 兩邊都互有傷害了 好 這裡蓋寶 VIPER明顯有蓋寶的村民上的數量優勢 而且這根寶也不用取消 直接買賣一波 後面神侶過來招想一下 補一下駱駝 駱駝正面砍掉了一隻肉馬 一隻馬虹 馬工在這邊繼續騷擾 抓掉一些村民 駱駝已經被抓了有點多了 四村左右 好 駱駝直接上斜 硬騎 蓋寶的村民 馬工這裡是硬點 被招搶了一隻馬工 喔 兩隻馬工被招了 這裡蓋寶最後是蓋不起來 VIPER也是捨命蓋寶 最後把城堡也蓋了起來 HERA只能把這根城堡給取消 兩隻聖女倒地 右邊這根城堡直接被村民 加上衝車手撕城堡 HERA有志愉快 成功守住嗎 這是什麼畫面 VIPER在哪個時候 拉村民跟衝車過來打架的 應該是來不及秀號 HERA直接放棄 好 這時候點下帝龍的時代 但是HERA在VIPER的境內 沒有任何一根城堡了 即使升到帝龍的時代 也沒有辦法對VIPER 進行實際上的經濟打架 那這邊就要來讓HERA思考一下 來回要怎麼進攻 才比較好讓VIPER的部隊往回撤 好 那VIPER這邊的重點就是 不要再按太多的肉碼 或是槍斃 全出馬工 讓馬工先成形 省一些肉 趕快升帝龍的時代 好 結果右邊挖石頭的村民 又被抓包 VIPER這邊挖了太多的石頭 所以經濟看起來很糟糕 這裡大量駱駝直接硬騎 正單承認中心只能塞15個人 剩下無法進去的16隻村民 該何去何從 完了 VIPER這一波 村民術要被HERA給反超了 HERA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駱駝硬騎就對了 抓掉了VIPER 大量村民 好 這一波 打完之後 VIPER的經濟也是稍微下降了一些 而且時代又再次入後了HERA HERA這邊再次有時代上的優勢 好 馬工稍微反擊一下 這裡重新補下農田 經濟有點慘啊 VIPER VIPER這一把能不能拿下比賽呢 左邊這裡城堡 投資了太多石頭在這裡 如果這個城堡的資源 拿去換成肉的話 跟黃金 說不定省一點用 還可以點帝王世代 那如果這邊省一點用黃金的話 可能就守不住了 好 F這邊由於投資了衝車 蠻多台的關係 所以資源量是很難點帝王的 還有啦 這邊是到帝王世代 彈道學也補下 要不要先點一下化學呢 好 先升級馬卡 還有重裝駱駝 好 這裡補下一根城堡 好 但是VIPER的馬功給抓包 一發一隻村民 相當舒服 現在還有彈道學了 後面路途趕快來驅趕一下 正前方路途再次往前 但這裡有補下更多的槍兵 兩隻槍兵而已啊 沒有更多啊 好 利用Stay補下 此代落後大約4分鐘左右 繼續去射 抓一些路途數量也不錯 好 駱駝數量是來到16隻 重裝駱駝起來的話 HERA這邊就有正面貼近的優勢 馬紮這邊是需要 囤積更多的馬功才行 才可以順利秒殺這些駱駝 好 HERA這邊點下1級農田 到了帝王世代才點1級農 損失的經濟有點慘 這個城堡世代終始應該就要看一下 到了這個時間點才點 其實有點虧經濟了 那RIPER這邊也確實 經濟稍微領先 2000之眼 好 RIPER這邊點下更多的軍營 準備要變成一個槍兵怪啊 OK 槍兵繼續按 這裡現在是5個軍營 7個軍營才對 7個軍營暴中專長槍兵 馬紮爾本身也是有級兵的文明 但是只有2級步兵甲 但是打駱駝也算是綽綽有用 以及帝王駱駝的傷害也是8加4 12點傷害啊 2級防禦的重裝長槍兵喔 也要打6下才可以打死 不管怎麼做 RIPER用槍兵去換駱駝 就是一個字 賺 賺爛了 但是RIPER這邊要生到疾病的話也是相當不容易 HERA這邊再繼續騷擾農田的話 若會非常缺乏 而且槍兵也需要600塊的黃金 這邊駱駝直接貼到了馬功 馬功稍微血量下降 但是HERA這邊好像是用防守模式的關係 剛剛突然發呆了 所以沒有第一時間擊殺掉太多VIPER的馬功 馬功還是大量撲了下來 還有21隻 前方駱駝看到這個狀況 往後撤退等巨型投資機打一個陣地戰 反正我有生率我也是可以反制你 而且HERA的生率 這個印刷技術也點下了 然後第二名時代的HERA能打什麼都可以打 遇到馬功可以出古拉姆 或是駱駝去出 也可以點這個印度火衝 但是以用火槍兵打馬功是一個不明智的選項 所以比較簡單的方法就是出戰矛配駱駝 可能就是最好打贏這個正面的方法 畢竟槍兵配馬功最害怕的東西就是戰矛兵了 好 未來MIPER第一時間點下了槍兵升級 但是槍兵死了一些之後才升級上去 但槍兵還是第一時間升級好 還是戳掉了非常多的駱駝 MIPER這一坨馬功也沒有四處逃散 凡是正面硬扛了 這些駱駝的傷害 駱駝直接上面硬起 擊掉了非常多的馬功 MIPER這邊是用剩下的槍兵開始聚集在中間這個位置 HERA第一時間著想了一些槍兵 但是弱駝能夠撐下去嗎 好 這裡點下安卑人戰術 馬功繼續按 MIPER的資源已經來到了緊繃 但是有槍兵就有機會 但是HERA即時轉出了戰矛兵 戰矛兵一出來的話 MIPER這邊的配兵組成就會顯得很尷尬 怎麼辦 而且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槍兵遇到戰矛 甚至遇到頭部血流 戰矛兵打槍兵的傷害非常高 好 那MIPER這邊要打贏這個情況的話 只能爆出大量的肉馬 不然就是要斬工程器了 那以純馬功誤現來說的話 HERA現在是有配兵上的組成優勢 MIPER這邊優勢可以說是彈朗無蠢 自己的三攻優勢雖然有 但是現在這個時間點了 優勢並不是那麼巨大 已經來到52分鐘 感覺HERA快要拿下比賽的勝利了 帝王駱駝也點下了 右邊這塊田也沒有辦法正常繼續補 雖然臭民術還有100多村 但是HERA臭民術已經來到161村 經濟非常好 三級弓兵甲也提升上去了 VIPER這邊三級弓箭甲也提升了 好 點一下金冠技術 反驅弓 馬扎爾人最強科技 反驅弓點一下 射程加1 傷害加1 射程最遠的馬功喔 就是馬扎爾人喔 8點射程 好 砍驅弓好了 但是重裝馬功應該是沒有資源可以點了 如果能升到重裝馬功的話 這個馬功血量可以再加10滴血 然後攻擊力可以再加2滴 這大概就差很多了 好 這裡看到勝率往後撤 現在馬功數量不多 可以把這邊步步逼近 好 這裡大量槍兵加馬功想要一波帶走 衝車也過來 看能不能有機會頂到 VIPER想要用這波打鬥 讓衝車爭取時間 但是在開打之前 VIPER就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勝利 哇 HERA真的是世界冠軍等級的 以前都是VIPER打贏HERA 現在HERA真的是 越打越穩定了 雖然現在也是互相有往來 但是HERA來說還是有年輕的VT的關係 只而VIPER有這個救傷 負傷打比賽 所以可能操作來說 可能快要比不上HERA也說不定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HERA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那總共大概是贏了 大約6500支援左右 那本來HERA在中期的時候 一直都是落後於VIPER的 直到這個帝王時間升上去之後 經濟直接爆噴啊 起飛 這個經濟起飛之後 VIPER經濟就跟不上了 這個資源一直持平狀態 印度斯坦地用時代 聰明時代是太便宜了 4TC趕快噴 直接噴到160吋 經濟完全反超 開始用經濟碾壓VIPER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如果在下面影片看到了 我們都拍ith了 自己聽到